高中指以下的学校放了这么长的寒假 下周二终于要开学了 但武汉肺炎疫情还没退烧 很多家长就担心家中的小宝贝 会不会暴露在危险中 不过教育部昨天宣布 耳温高于38度或出现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 需在家休息且不列除缺席记录 而今天上午教育部再公布 高中以下学校和大专院校停课标准 已称为14天 高中以下学校部分 如果一个班级有一位师生 被指挥中心列为确诊病例 该班级就停课 但如果一个学校中有两位师生确诊 全校就要停课 最严重的情况 如果一个乡镇市区 有三分之一的学校停课 该乡镇市区的学校就会停课 而短期补习班以及幼儿园的停课标准 则必照高中以下学校规定 接下来各位大学生要注意了 学校中如果有一位师生 被指挥中心列为确诊病例 该师生休息或讲授的课程 就会全面暂停 而如果有两位以上师生确诊 全校就会停课 不过教育部提醒 如果大专院校停课的话 必须是疫情调查结果 评估实际停课天数以及对象 学校也要制定相关补课和补课方案 如果需缩减上课时数 则采一学分18小时弹性休课 在周间或采线上课程方式进行 教育部也建议如果各级学校中 有出现确诊病例 应暂停班级活动 社团活动 运动会等大型集会活动 并取消跑班方式受课 以免疫情扩大 而相关停课标准 将依据指挥中心决议 随时做调整和发布